这一节的欢与大话题要来关注的是 南韩有机构分析了美国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祭出 制裁以来其实南韩受创是最严重的 事实上美国在2019年4月到2020年9月的这段期间 是分了四次 逐步的管制使用美国半导体设备所生产的晶片 供应给中国半导体产业崛起的关键企业 像是华为以及中芯国际 结果就发现了南韩受创的是最严重的 但是台湾跟日本反而是受贿了 和2018年相比 其实中国去年半导体进口大增了37.2% 其中来自台湾进口就暴增了57.4% 日本也是大增了34.8% 那么台湾在中国市占率是扩大了4.4个百分点 日本则是增加了1.8个百分点 而中国来自南韩的半导体进口 就是因为华为他们中断采购南韩制的记忆体 加上记忆体其实价格也是开始逐渐的下滑 所以也拖累了去年中国的韩制记忆体 进口是较2018年萎缩了13.7% 市占率更是大幅的萎缩5.5个百分点 萎缩的幅度是远高于美国 受到了冲击当然也是最大的 那么台湾就是受贿于全球的供应链 现在在持续的重整当中 这个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也就是IMF就预估今年台湾的人均GDP 将会超越南韩 因为台湾的部分 至少会成长6%到36,000美元以上 那么南韩人会增加190美元到34,990美元 其实南韩的经济是高度的仰赖企业集团 所以固然也是具有规模经济的优势 但是面对到经济萎缩的时候 其实反应是会比较慢的 来看到根据统计南韩的经济在2020年的时候萎缩了0.9% 2021年的经济成长率是4% 也写下了2010年以来的新高 那么尽管成绩不俗 但是台湾的抗疫表现是更加的优异 台湾在2020年以及2021年的经济成长率 分别是3.1%以及6.28% 较2010年代的1%到4%是明显的加快了 那么IMF更是预估到了2025年的时候 南韩以及台湾的人均GDP就会增加到 42,719美元以及42,801美元 再来看到的部分就是台湾是聚焦在发展 科技产业的部分 尤其就是半导体科技从2016年以来 就实施了对企业友善的政策 那么这几年来其实也提供了许多的诱因 促使这些台商他们是归于返乡 在2019年以及2020年的时候 至少有209家的台商回流 对台投资大约新台币7500亿元 并且他们还创造了超过6.5万个工作机会 另外微软和英特尔等外资 其实他们也是扩大的投资台湾 台湾的外销额在过去10年是成长了100% 台湾半导体产业正在带领台湾的经济加速成长 那么随着美国和欧洲国家与台湾半导体业者的合作 越来越紧密 台湾将会长期的称霸半导体市场 以上就这一节的欢语大话题 再把时间交还给主播